繼諾魯跟台灣斷交後 台灣友邦瓜地馬拉外交部長 5號接受路透社採訪 宣布考慮跟中國發展正式貿易關係 但也會繼續跟台灣維持各層面合作 並聲稱不能忽視中國的分量和勢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六號表示 再次表明堅持一個中國 希望瓜地馬拉新政府盡早做出符合正確的決定 對此 我國外交部也在同日發布新聞稿說明 外交部長吳釗燮 一月出席瓜國總統的就職典禮 阿蕾瓦洛總統更表示會信守邦誼 與我國持續加強合作 使關係更茁壯 此外南韓駐中國大使政戰號 在5號表示南韓尊重一個中國原則 不過同時也要增進和台灣的實質合作 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過去一年來 韓國以及美國 還有其他理念相近的國家 在多邊及雙邊的場域上 多次發表聯合聲明 重申支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也反映了區域內的國際共識 以及共同遏止威權主義擴張的決心 今年初諾魯宣布與台灣斷交 中國人不斷施壓台灣外交空間 我國外交部重申與友邦間的外交關係 是基於相互尊重與平等互惠原則的主權行為 其他國家完全無權智慧 原則新聞 一股羅奧把號台北市 採訪報導